台中一名二十岁的男子开着三百万的名车上酒店带两个小姐出场 凌晨酒驾狂飙是撞死了一名早上出门运动的老先生 男子肇事逃逸八小时 而且还只顾着探视两名酒店小姐 巧合的是男子肇事的车辆跟叶少爷厌贯亨的同色同行同款 也同样因为酒驾飙车撞死人 刚喝完酒车上还载着两名酒店女子准备刷摊 白色轿车高速行驶在台中市区突然听到碰一声撞上人了 被撞的是一名七十多岁早上出门运动的老先生 倒在快车道上伤势相当严重 送医后还是宣告不治 驾驶百万名车的菜系男子肇事后不但没有下车查看 直接加速逃逸 当时也在车上的两名酒店女子受到撞击送医就诊 车主只惦记着两个酒店妹有没有受伤 完全没有回忆 一直到案发八个小时后 警方上门裁头案 撞到人之后 他是事后有前往医院去探视这两位女子 但是他并没有留在现场 就是协助救护 调查发现肇事车主二十岁 开着家人买的百万名车 载着两名酒店小姐出厂炫布 几乎是叶少爷的翻版 两个人开的都是白色百万轿车 是同一款 都是酒后准备刷脱凌晨在市区飙车 一个是破百时速 一个时速也有八十 都是高速驾驶 两个人撞上的是出门运动的民众 造成被喊人当场丧命 只是酒驾肇事撞死了人 却只顾着关心同车的两名酒店女子 逃得了一时 却逃不了目击者的行车记录器 拍下的这一幕 中天新闻六人一 李蒙章台中采访报导 五人一